大家早 未来这一周我们的天气主要受到两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第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是从星期四到星期天 北部东北部会天气明显的转凉 其他地方则是早晚的天气也比较凉一些 到了下星期一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稍微回升 不过紧接着下星期二另一波东北季风暴到气温又会再度的下降 详细的状况我们先透过今天的卫星云图来说明一下 今天台湾附近的东北季风是稍微在减弱了 所以各地白天的气温普遍性都是比较舒适 甚至在中南部会有一点点微热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今天大家从云图上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高空的云层正在逐渐的通过台湾的上空 所以今天呢各地的云量稍微增加一些 那在这样子云量增加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在山区哦今天白天山区可能零零星星 有一点点下雨的几率 那另外呢这些云层通过的时候 也可能造成平地局部地区短暂性的小小地方的一些 局部性的飘雨 不过预期都不会太多 那比较明显的降雨还是要等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随着东北季风带的水气慢慢的增加 迎风面的地方包含了像大台北桃源或宜兰地区 降雨的几率才会逐渐的增加 等到了明天一直到星期天 降雨的形态都是类似的哦 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迎风面地区是比较容易降雨的 主要的下雨区域会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宜兰地区 一整天断断续续一直下雨 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 另外呢在桃源以北还有花莲跟台东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甚至在1号的时候可能水气稍微再增加 新竹跟苗栗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 那至于在东北季风影响这段期间 中部跟南部还是属于多云稻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因此呢未来这一周的气温呢 刚才提到两波东北季风带来降温的影响 今天各地白天的气温是比较温暖舒适的 明天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地区气温下降的情况就会比较明显 那这样子气温下降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持续到星期天 在星期天之前北部地区蓝色这条线 整体一整天的气温大概都属于20度上下 那夜晚跟清晨的地温可能可以达到15度左右 所以属于整天都明显偏凉的一个情况 那至于东部地区气温也会略降 那中南部地区大概是属于早晚的气温稍微比较偏凉一些 那白天气温回升了日夜温差稍微大一些些 那到了下星期一东北季风减弱 各地的气温会回升一些 不过紧接着星期二东北季风增强 气温又会再度的转量 因此呢未来这一周我们提醒 第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星期四到星期天这段期间 北部跟宜兰会明显转成比较湿湿亮亮的天气 记得要多添加衣物注意保暖 那另外降雨的情况还是已经封面的桃园以北 东半部比较容易下雨 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宜兰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较大雨时 或局部大雨出现 这些地方也要留意下雨的情况 那再来的话 东北季风增强这段期间 沿海空旷的地方或者是外岛都容易有强震风出现 不管您是在海边活动或者是航行作业船只 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一下风势的状况 以上就是上午最新的天气说明 我要到看一下 身为世界设计 写传州 水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